逢年过节 跟人家聊聊一线 聊聊一线疾病 特别是聊聊一线炎 非常之有意义 那么一线首先讲 到底在什么部位 在我们上腹部 咱们来个模型看看 好不好 更加形象 对 更加准确 你看我们说一线 到底在什么部位 这是胸腔 像刚才主持人讲 这是两个肺 这是胸腔 这是横格 那么呢 上面是胸腔 下面是腹腔 腹腔呢 我们这个最微表浅 这是肝脏 其实前面还有肋宫 还有肋骨 这是肝脏 那么这是胃 这是胃 这是结肠 这是小肠 我们看不见一线 为什么说一线 是一个抚摸后卫的脏器 一线在什么部位 我们把胃拿开 就能看见一线 在这个部位 还看不清楚 我们把肝脏的拿开 OK 这是一线 大家看这是一线 非常靠后 横行的一个脏器 这是一头 那么这是一体尾部 这是脾脏 这是十二指肠 这是我们的右肾 你说这个解剖部位上来讲 一线是一个 抚摸后卫的脏器 我们经常讲 一线是幕后英雄 给我们消化内分泌代谢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聊聊 它的外分泌功能 一线有内分泌功能 你看我们经常分泌 如果一导素分泌不好 病人会有糖尿病 这是一线的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功能 那么除此之外 一线还有外分泌的功能 每天一线分泌大量的一夜 经过导管 到这个十二指肠里面 对我们饮食中的糖类 脂肪 蛋白质 起非常重要的消化作用 所以一线不可或缺 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和代谢 咱们对它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 外分泌功能出问题 往往导致消化方面的问题 那么说到一线炎 是一个典型的外分泌的一个疾病 但是它是一个外分泌的线泡细胞 重症炎症的一个情况下破裂 导致疑霉的释放 引起自身的一个消化 通过这个短片呢 我们能够看到 线泡细胞分泌一夜 到一线的导管里面 然后经过这个疑管 又分泌到哪呢 又排泄到哪呢 排泄到十二指肠里面 然后呢 跟胆汁有一个殊途同归 那么胆汁呢 肝脏分泌一条线 也有重要的消化作用 胆汁 然后一线分泌的一夜 都是在肠子里边 对 参与到消化 对 如果这个一线分泌 外分泌出了问题了 一夜的分泌出问题了 有时候分泌不足了 那么呢 我们会消化不良 大便习惯就会发生改变 然后呢 我们吸收不良呢 人会就会营养不良 这方面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一线的炎症 你看一线重要的分泌 这些消化酶 是对我们吃的食物 起一个重要的消化作用 对 但是如果一旦一线炎了 这个线炮细胞里面包含大量的胰霉 本来是去消灭 消化我们外源性的食物的 那么一旦炎症的情况下 线炮细胞破裂了 那么胰霉就释放到线炮之外了 那么胰霉到线炮之外了 自身的一线组织会敌我不分 它把我们自身的组织给消化 它弄出来以后 就自己把自己消化掉了 是的 所以会产生一线的腐蚀结构的破坏 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非常常见的一个急腐症 病人往往发病急剧 那么急性一线炎 我们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是轻性一线炎 大概在80%到90% 这个炎症不太重 然后有自线性 一两个星期基本能过去 自己就好了 自己能好保守治疗能够治愈 但是也有10%到20% 像小鱼一线炎这样 重症急性一线炎 这个重症急性一线炎 占10%到20% 死亡率也是10%到20% 非常之凶险 所以跟我们的饮食结构 这个暴饮暴食 有很大的相关性 我就想知道 为什么您说的重症急性一线炎 就能要命呢 你看一线这个器官 在抚摸后 我们经常讲幕后英雄 它一旦发炎以后 不是我们寻常理解的 说皮肤上有个破口 炎症有点红肿 你看它是一个局部反应 但是一线的炎症 一旦引起急性一线炎 它绝不仅仅累积一线一个器官 它累积的一定是全身多脏气 多循环的这样一个结局 全身都会发生变化 咱们来看看动画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你看这是急性一线炎了 线包细胞破坏了 一枚的大量的释放 你看一线它炎症了 白细胞就会过来 这是对的 消灭它这个炎症 对 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保护的 代偿的机制 这个非常好 但是它会过度 你看白细胞 如果一旦反应过度了 那么会导致炎性反应 炎性反应过度 主动画症会带来我们身体的发热 然后周围的炎症的渗出 力图把破坏的线包细胞消灭掉 但是如果炎症病因不去除 又会进一步地炎症 白细胞又会进一步地 来保护我们脏气 来使炎症局限化 这两个在博弈的过程当中 就能够此消彼长 最后结局啊 往往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这些细胞因子会引起全身 几个循环系统的功能不全 比如说可以消费到出血 可以肾功能不全 可以呼吸功能不全 还可以性功能不全 意思就是 本来这个胰腺就敌我不分了 这时候白细胞又过来 白细胞本身干的是 自己应该干的事 但是呢 因为这个胰腺发炎呢 它也导致这个敌我不分 结果就变成这个敌伤一千 自损八百 最后损失的全是人的健康 是的 这就是恶性循环 所以当时小鱼的身上 就出现这个情况了 不过它当时已经昏迷过去了 完全什么都不知道了 现在听了以后 就知道自己当时什么情况吧 知道了 对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恢复的挺好的 住了几天院啊 在北京住了两个月 当时还合并 呼吸功能不全 肾功能不全 像我们刚才这个动画展示的 这个重症一线炎合并 多脏气功能的不全 然后我们上着呼吸机 气管插管 代替它这个 一个呼吸正常状态的维持 血滤 然后代替它这个肾功能 靠机器来维持它的肾功能 我们是没有放弃啊 我们一直在鼓励 这个余杰本人和他的父母 因为病人很年轻啊 一定得坚持 我当时24岁 哎呦真是正当年